Lecture 7 Energy of a System Part 3 在Part 3里面我们要介绍的是 Section 7 Conservative Force 主要是你刚刚已经学会了力量内积 内积位移的微小变化量在做积分 这其实就是我们讲是一个限积分 而且是向量的限积分 积分完以后你得到的位能 现在就要问说 是不是所有的力量做积分都可以得到位能 是不是有例外 当然是很多都是例外 最后你只有所谓的保守力才可以找到位能 所以Section 7要介绍就是Conservative Force 保守力 在某些力那些力量是保守力 你可以找到位能 Section 8 你就要去找出 这个位能与力量之间的关系 我们已经学了 向量的限积分会得到位能 现在要反过来学梯度运算 从位能做梯度运算可以找回 这个力这个向量 所以Section 8是relation between potential energy and conservative forces 所以力跟位能之间可以 这样可以积分过去 可以做梯度运算 梯度运算其实很简单 就是一个微分 偏微分就得到这个作用力的大小 好那Section 9 就是讲这个 Energy Diagram and Equilibrium 就是未来你就是 不要从力的观念去看 你从所谓的能量图 就是未能图来看什么 看这个 物体 物体的这个 运动的行为 好所以前面我们已经使用了这个限积分 向量限积分 然后去 从作用力然后计算到位能 对不对 那现在就是说并不是所有的作用力都可以找到一个位能 那它必须要满足所谓保守力的条件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何为保守力 Conservative Forces 那所谓保守力我们看一下 The work done by a conservative force 就是 保守力做工 The work done 就是做工 On a particle 做工作用在例子上 Between two Different positions 在不同的位置 然后 你 如果这样 如果是 做工从 A 位置到 B 位置 那这做工的大小 它说 Is independent of the path Taken by the particle 那这例子呢 从A 位置到B 位置 它走 不同的 这个 线 不同的曲线 不同的直线 到达 B 位置 它的做工大小都是一样 那这才叫做保守力 然后第2个 叙述说 The work done by a conservative force 一样就是做工 On a particle 作用在这个例子上面 Moving through any closed loop is zero 就从A 位置 然后你去随便 走 其他 走到其他地方 再回到这个A 位置 那你的做工大小 答案都是0 那这才叫做保守力 There exists a scalar potential 假设满足前面两个 条件的话 它就会 存在一个位能 Scolar potential就是 存量 存量的能量 存量就不是向量 向量的话它会有什么 就力啊 力就是向量 力会有 x分量 y分量 z分量 那现在是一个 存量 它只是在那个位置 位置当然是一个向量 xyz有一个位置 在位置上 只有一个什么 只有一个 数字 所以我们说它是一个 存量 所以它是一个 存量位能 Scholar potential that is its gradient is the conservative force 那这是反向运算 就是 这个位能 它是一个 由保守力所计算出来的位能 它的T度运算 就会得到什么 得到作用力大小 那这个其实就是 向量为积分 就是 T度运算的理论 我们看一个 图形 可以很简单的告诉我们 我们刚刚所得到的位能 那位能就在那个位置 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数字 那我们简单用二维的一个 等高线 地形图来想这个问题 所以等高线地形图的话就是你在 那个xy位置上会有一个高度 OK 那这边有标示这个高度 比如说 中间是一个3的话 中间的高度是500 然后400 300 200 100 对不对 那如果拿一把刀 去把它切下去 变成一个 剖面图 剖面图就在下面 下面这个地方就是 剖面图 这边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剖面图 好 那剖面图的话你就看到他一样 他的高度从这个100 200 300 400 这边有100 200 300 400 好那 剖面图 剖的位置就是在这个 虚线的地方 这边有个虚线 画出来的虚线 剖面图 一剖下去 所以呢 你就看到什么 他有个随着什么 随着不同位置 他的高度会慢慢上升 那这边 蓝色的线就是 画出他的斜率 所以我在 水平轴方向 这一样会有水平轴方向 然后他一样会有什么 会有垂直轴方向 那在水平轴方向 你在 那个 那个 Y的位置上面 把它切一刀 算这个剖面图 他就 发现到 随X变化 他会 可以画出这高度随X变化的一个 曲线 这个就是 像爬山一样 一直往上爬 这图有点小 所以我们 画一下 用 用 这个黑色的画 紫色的画 就是你会有一个爬山 这边有一个爬山 爬山爬山 往上一直爬山 好 那 我们现在要 要讲的就是说你刚刚那个 3的高度 高度就是一个 scholar 那这个scholar 这高度随着什么 随着这水平 面的位置 X跟Y 会讲 会不一样高度 所以这就是一个 scholar function 那这 这高度 H of xy 就是高度 我们写个 H of xy 好然后接下来我们所谓的 梯度运算 譬如说我们要算的 X方向 他的什么高度变化量 就算斜率 所以你看 完全没有学问 你只要 把什么 把所谓的直角坐标 XY是直角坐标 列出来 然后呢 接下来你在 X方向运动跟Y方向无关 所以我现在来算 X方向的时候 我在算他的什么 他的微分 他的斜率 斜率就微分 所以你会看说他在 100到200公尺的地方 我们画了一个斜率 是这个 那个蓝色化的一个斜率 然后200到300有另外一个斜率是比较比较平的 那这些斜率 实际上就是 就是 高度变化量在除以什么 除以这个 水平位置 长度变化量 所以 斜率就是 delta h 除以什么 除以delta x 那这概念上就是什么 就跟 偏微分的概念一样 所以 你要算出他的什么 他的力量 因为这里头的斜率就跟力量有关 什么力量呢 你数值 比较大的地方 会 会有一个力量推往数值 比较 小的地方 所以呢 理论上 我们算出来 斜率是正的 但实际上我们如果要换成他推的力量 因为斜率就跟力量有关 那 这斜率就我们讲的f 所以实际上我们要算的是f 力量 然后等于什么 等于 这个 斜率是正的 但实际上我们 知道说是怎样 是比较高的地方会推往比较低的地方 比如高压推往低压有个峰 所以是反方向有个负号 负号 那位能 的变化量是delta u 然后你的 水平位置变化量是delta x 所以这个就是x方向的T2运算 所以他 就是变成负的partial u partial x 那这就是x方向的力量 好 那y方向呢也是一样 你等一下自己再拿一把刀 把刚刚那个地图 y方向把它切下去 就会有一个 剖面图 那剖面图一样 你也可以找到说 他那个斜率 斜率可以告诉你 他 这个从这个比较高的地方 推往比较低的地方 他的这个推力的大小 比较高可以是压力啊 然后这边我们讲 重力位呢 也是比较高 推往比较低 会有个力量 所以他就造成这个重力 所以呢 他的写法也是一样 就是负的partial u partial y 所以我们下面就可以整理出他所谓的T2向量的运算 我们先从这个example简单的看一下所谓的保守力 他的 他的什么 他的做工 跟他的什么 跟他的路径无关 那这个 怎么样去 确认 我们来看一下 他说 a single constant force 假设有一个 固定大小的 然后固定方向的一个作用力 f向量等于 x分量是3 y分量是5 他单位是牛顿 x on a 4 kilogram particle 他作用在 4公斤的 粒子上面 物体上面 那 A小题 请你计算 calculate Calculate the work done by this force 就是 这个例做工 做在 做工在例子上 if the particle move from the origin o to a position p 这个位置是怎样 p位置是在 x分量是3 y分量是2 所以 做工然后使得例子从原点 这是原点移动到这个 3-2 3-2的位置 然后 does this result depend on the path 问你说 这个结果有没有跟路径有关呢 然后b小题是 what is the speed of the particle at p 问你说速度是多少 if its speed at always 4 meter per second 假如它原点的速度是4公尺每秒 那c小题 what is the change in its potential energy 它的位能变化是多少 好所以 这个a小题很简单 就是从 x0 y0的位置 这边正常学法应该写 0i 再加上0j 好然后移动到 3-2 所以就 3i 再减掉 2j OK 好那你的 做工化就是 F Dot什么Dot这个 dr向量 微小的位移向量 那这边是二维的运动吗 所以 你二维的这个空间 所以你只需要做什么 做 这dr向量只有x跟y而已 所以dr向量等于 这个i方向 dx 再加上j方向dy OK就不用考虑z的 好所以呢你把 3i加5j内积 dx 加 dy 那 内积完以后就是3dx加5dy 那x就从0到3 所以你可以再分成两个积分 因为 因为前面就只有x 所以就写积分0到3 3dx 写错 3乘上dx OK 好所以这积分出来就是3x 那3x的话再把子代入去就是339减掉0 所以这是9 然后另外你再把 分出来就是y 就从0到-2 那他是5dy 就写5dy 那这个出来的答案是5y嘛 然后5y你再把-2代入去就-10 再减掉0 所以答案就-10 OK 9减掉10答案就-1 所以你算出来他的 他的 做工是-1 好那 另外呢 你要确定一下他 有没有跟 路径有关 所以我再画一下 简单的画一下这个图 OK 好那 刚刚我们的积分是怎样 是不管路径 就直接从00 然后你 就是 没有特地讲他路径是哪一条路 我们就走到3负 所以从00的地方走到3负 走到这个点 3负 走到这个点 那现在我们就特地找一个路径 然后检查一下他跟路径无关 那我们怎么走 就先从 00走到30 所以你看一下我们要 先走这条路 然后再讲再往下走 走这条路 OK 好所以一步一步算 那从00走到30 你去算这个积分 那样刚刚算出来什么 是3x 跟5y 然后你再把 答案 带进去 所以这答案是3x 然后上下编辑就是0到3 然后再加上这个5y 积分出来是5y 然后上下编辑就是0到0 所以这基本上就 就不动了 所以答案是0 所以他得到的结果就是什么 就是跟刚刚一样是9 好那你如果 再从30走到3-2 那一样这边是3x 然后这边是不动 3到3 所以这这个答案是0 再加上5y 然后 从什么从0到-2 这个会动 变成-10 所以 最后一样 答案加起来是-1 所以就基本上跟位置 跟他的路径无关 好那 刚刚得到这个-1教我 就会造成什么造成的动能的变化量 所以他的 后来的速度 2分之1mv 平方 减掉 一开始速度是4公尺 每秒 所以是2分之 这个 质量是4 然后速度是 是4 所以2分之4 乘以4的平方 那你去算一下 这速度可以算出来 等于多少 等于3.94公尺 每秒 所以这是 速度 他刚好在p点的速度 那最后就是说他的位能的 变化量 因为位能刚好是等于负的做工 所以 刚刚算出来做工是负1嘛 所以位能变化量是1 它 这